《中央大學》 1842年清杜光廿二年 1842年英國和清朝簽署南京條約 1842年在地圖上多了地方叫香港 危機處處陷阱重重 探險隊1842 誓要尋找事實的真相 我 劉世良 我 張王 我 陳仁啟 我 李嘉雲 探險隊1842 尋找本土歷史意義 好 大家又到星期一晚的探險隊的時間 之前我們都講一些跟香港市民大眾的民生娛樂有關的題目 電視 電影 體育 這些題目我相信大家都覺得很貼身 大家生活經驗的一部分 今天我們的題目未必是大家生活經驗的一部分 就是我們以前有 現在沒有的生活經驗 為什麼呢 我們講的是香港的軍事 以往香港人是可以選擇重軍的 現在是沒有這個機會 香港很多人說不只是英軍嗎 其實不是的 香港是有兩個的渠道 可以參軍 一個就是 大家都知道 就是所謂王家香港軍團 俗稱的義勇軍 另外一個就是加入成為香港軍事服務團 成為華裔英兵 其實是英籍的 華裔英兵 真的成為英聯邦軍隊 華裔英兵也派過福克蘭作戰 也有參加過韓戰 參加過聯合國的維和部隊 所以很多人說華人參加維和部隊 就是索馬里的解放軍 其實不是 其實是香港的軍事服務團 香港軍事服務團 華裔英兵 我們進入香港本身的軍隊之前 可以回顧一下香港軍事防衛上的歷史 其實我們第一節可以說一下這個 是的 如果要回憶香港的軍事歷史 如果你說歷史記載 可以說到唐朝的時候 屯門 是的 屯門 就是在那些阿拉伯地區 或者是印度 很多人就來到 京商 來中國京商 是的 他就要通過南海進去 然後就進去珠江口 香港屯門正正就是珠江的喇叭口 他就在東邊的屯門地區 有兵營 是的 所以屯門就是屯門 所以可以看到其實香港在整個軍事上 很早的時候都很重要 我想那個就是水渡 水渡 很重要的水渡 但是香港跟台灣很不同 當香港割讓給這個 香港島割讓的時候 因為它本身沒有住房在香港島 沒有清兵住在香港島 是的 沒有的 香港島沒有的 所以英軍就在水坑口登陸 是的 那就升起英國旗艦 就佔領了香港 是的 沒有軍事上的任何衝突 是的 但是其實在香港 其實我們現在所說的香港地區 包括了香港 九龍和新界 九龍還有大清的炮台 大清的炮台 還有就是我們香港 就是新界 九龍和香港還有離島 就是幾百個的離島 其實香港的這個範圍 這個水域的範圍 其實都是一個很重要的 一個水渡交通的要衝 因為海盜出沒 是的 沒錯 說到海盜 所以其實在特別在明清的時候 就是明朝清少的時候 在那個防衛上面 其實香港是很重要的 而且甚至是海盜 都曾經在香港出沒 我們小時候也知道 長洲的張寶仔洞 據說張寶仔 我小時候去就說是藏寶 在那裡 你有沒有進去過 有很小的 相當失望 裡面是垃圾 我也有經過 報任何的寶物可言 據說是鄭一嫂的集團 沒錯 這個其實很值得 我們說 其實香港這個地方 有一段很長的時間 其實是海盜盤區 因為那些小的島多 那些海盜船 就可以泊在那裡 然後利用那些島內的動月 來擺貨 甚至在那裡 去作短暫的停留 還有香港的地形 多山 還有很多群島 很多島 所以海盜出沒很重要 其中一個地方是 現在我們常常吃海鮮的地方 就是鯉魚門 哦 海盜出沒的地方 是的 海盜出沒的地方 它們曾經是海盜的總部 哦 如果大家去過鯉魚門吃海鮮 如果再走進去 鯉魚門那裡有一間天后廟 天后廟 那間天后廟 原來在乾隆年間建的 在1950年的時候 鯉魚門街坊 要重修天后廟 在天后廟發現了一塊石頭 其實那塊石頭寫著 上面寫著 一塊石頭很小塊 我上個星期又再走進去 鯉魚門 鯉魚門 鯉魚門那裡 因為我知道那塊石頭 我就問苗竹 我說 我看書好像這裡有一塊石頭 對歷史有些記載 這是什麼石頭 是的 我可不可以看一看 苗竹就說 是有的 不過你看不見 我說怎麼看不見 他說放在這裡 又不容易讓你們拿走 很容易拿走 我說那不是這裡 是這裡的 不過不會讓你們看 其實那塊是什麼 其實我們上網也會查到那塊石頭 那塊石頭是長方形的 就是一些麻石 寫著天后公深的字 下面寫著這個 就是這個順南鄭連昌 這個大概的意思就是 就是收這個天后廟 以後的子孫就怎麼傳去 那鄭連昌是什麼人 原來鄭連昌 是姓鄭的 原來鄭連昌的老爸叫鄭健 鄭健是什麼人 原來鄭健是當年鄭成功的部下 後來鄭成功就是在退出福建 去到台灣的時候 鄭健沒有跟他去過台灣 他就在東南沿海盤距 這個其實是跟整個世界貿易的發展有關 不是說唯獨是香港因為海盜多 所以就海盜多 其實不是 如果你看回明清的歷史 你就知道 為什麼會有鄭之龍鄭成功的海上部隊 而為什麼他們跟日本人有關係 因為鄭之龍是長期的日本人 這個什麼平 平戶的日本人 鄭成功在平戶長大的 鄭之龍甚至是懂得說葡萄牙文 鄭之龍是澳門領使的 他是天主教徒 Nikolas 他的名字 尼古拉斯 尼古拉斯 有這個姓名 穿西服打扮 當然我們說郭姓爺一定是中國人 但你要明白 為什麼呢 因為當時一個西班牙的船隊 東尼、葡萄牙等等 荷蘭人等等 其實是地理大發現之後 哥倫布和Vasco de Gama 開拓了航線過來之後 其實當時的明朝 已經跟歐洲進行相當頻繁的貿易接觸 是 亦都是由日本 長期 然後就是 荷蘭的佔據當時的台灣 福爾摩山 福爾摩山 那時候赤陷城 赤陷城 紅毛城 紅毛城 安平 所有沿海的福建人 和廣東人 叫鬼佬都是叫紅毛 紅毛 紅毛城 身體是金毛 金毛 然後去澳門 然後去馬尼拉 這個叫做馬尼拉大帆船 今時今日去西班牙的海士博物館 去巴塞龍牙的地方 你還看到那些馬尼拉大帆船 那個結構 是很大的帆船 澳門的海士博物館都有 那個就是假的 不過 但是他都有介紹 即是做個鍾切面 每一層放些什麼貨物 每一層放些什麼貨物 而這些叫做海盜 同一時間就是海商 其實是易商易盜 易商易盜 是一些武裝的商人 其實當年 張之龍就是武裝的商人 其實英國葡萄牙人他們都一樣 易商易盜 東印度公司 他船上有炮 做到生意就做不到生意就動你 對 所以很多人說倭寇倭寇 實際上倭寇是什麼 其實也是海商 就是福建沿海的 有參與倭寇集團 如果不是那些日本武士 又怎可能去進犯福建沿海 然後當然是海禁 然後是遷介 遷介就是把民居 因為斷了海道的補給 因為沒有民居就沒有補給 因為其實這樣 那時候遷介 影響香港很大的遷介 其實遷介那時候 主要是想對付鄭成功政權 因為鄭成功是在台灣 他那時候在台南 安平古堡 在台南做首都 其實鄭成功的政權 怎樣能夠支持下去 其實不是耕田 當然 做貿易 其實主要他就是做海外貿易 做生意 他就是在中國沿海 收購絲籌、茶葉、陶瓷 是貴的 然後跟海外西班牙人、荷蘭人做生意 很簡單 清朝的時候就要斷他的米路 就是把沿海地區 由浙江、福建 到廣東 沿海地區 全遷遷五十海里 將那些世家大族 香港的鄧氏 遷介 沿海沒有人居住 那就很難 康熙年間 對 康熙年間 其實明朝也試過 打倭球的時候 明朝就是戚繼光 戚繼光 跟倭球作戰的時候 我們小時候讀書就說 倭寇要維患中國 海邊防幾多年 其實那些倭寇不只是日本人 不是日本人 甚至主要是中國人的海箱 老闆就聘用日本的僱傭兵 其實是做生意的貿易 所以鄭之龍的帝國 不會突然間有一個 南明抗清的鄭成功的人走出來 其實他是一直 我們說鄭一嫂 其實是看新加坡的 是 你看看《魔道王》第四集 還是什麼 周潤發做的一集 其中有一個場面 是他們在新加坡開海盜會議 周潤發 不知道《魔道王》第三集還是第四集 就是說東南海的海盜 南海當時是海盜的大本營 其實是的 還有越南嗎 是的 其實跟剛才說 所以千萬不要小看香港 特別是李如門 那個是天后廟 鄭廉昌剛才說過 他是鄭健的兒子 鄭廉昌 鄭健原本就是鄭成功的手下 不過後來鄭成功遷去了台灣的時候 鄭健沒有跟他遷去 他仍然是盤据東南 其實他也是亦道亦傷的 後來因為整個中原都被滿洲人統治了 他更加不會和你滿洲 所以他就盤据在大概香港 越冬一帶的地方 據說後來鄭健死了之後 就由他的兒子鄭廉昌繼承 其實這個故事 一直在民間都有傳說 鄭廉昌這個人名 是的 其實要解釋一下 李如門吃海鮮那裡 後面有一座山叫魔鬼山 魔鬼山 其實為什麼叫魔鬼山 魔鬼山是英文翻譯過去 原本話說叫惡魔山 為什麼惡魔山 就是因為有海盜 惡魔其實就是海盜的意思 其實海盜船是放在那裡的 是的 其實根本都是傳說 這個傳說是沒有什麼 沒有物證 但是在五幾年的時候 從天后廟的時候 這塊石頭 就根本正連張布 但是還有一樣東西 鄭廉昌的兒子才厲害 鄭廉昌的兒子就是鄭壹 鄭壹的老婆就是鄭壹嫂 鄭壹的老婆就是鄭壹嫂 鄭壹不是在越南做將軍嗎 後來鄭壹嫂 鄭壹嫂是做雞的 鄭壹其實就是鄭廉昌的兒子 鄭壹是繼承了 他們東南沿海那支海盜 或者是大的商隊 其實後來 我記得好像美國 聖母大學有一個女教授 寫了一本書叫做華南海盜 對華南海盜有很詳細的 鄭壹嫂我看的那些圖片 如果在西方的葡萄牙文裡面的掃描 其實是一個鬼婆的樣子 所以打扮相當前衛 他可能是鄧家仁 是鄧家仁 相比鄭壹嫂子 鄭壹嫂子就是張寶仔 就跟香港有關 話說很… 但也是他的老公 是呀 證明鄧家仁的婚姻觀念 跟我們漢族中原的人很不同 你知不知道除了這樣之外 話說他們水上人很流行同性 同性通訓 不是呀 同性戀 好像鄭之龍也是 是呀 水上人可能是 他好像鄭之龍下面有個叫李彈 是啊李彈 李彈是跟他什麼 跟他有同性關係 會不會是因為水上生活 太少女性 太少女海盜 不奇怪 所以其實 張寶仔是廣東江門人 他是江門人 話說就是鄭壹的海盜 去打劫江門的時候 就抓了他 就收了他做養子 他這個挺帥的 一方面做養子 一邊都自己享用 結果兩夫妻一起 相當淫亂 但是張寶仔之所以 由乾媽變成老婆 就有原因 這個就不得不服兩廣總督 就是當時招航鄭壹嫂 鄭壹嫂厲害的 當時其實是曾經跟英國的海軍對抗過 是打不贏他的 是被鄭壹嫂打敗的 而且曾經好像跟葡萄牙都開過片 因為鄭壹嫂輸了 海盜船的船隊是二百多艘 你想一想到 那些幾艘軍艦對他們來說 很彈散的事情 但是招航什麼呢 後來鄭壹嫂好像在澳門過世 那時候已經什麼了 張寶仔已經投靠了清朝 兩廣總督得仇 就說要他們跪下 除了棄下投降之外 就要下跪 向兩廣總督下跪 但是 你知做到海盜 或鄧家仁 他當然不認同你陸上的政權 如果怎樣 可能走到海那裡 那些人天生就是造反 不作反而走上山 走上山就成為遙 要是去海 要是去山 去海 就變成鄧家 去山就變成遙族 這些鄧家人就說 不行 就算我肯投降 其實本清都是數攏給他們 給錢給他們 賣給他們投降 但是他們說我們不肯跪 兩廣總督就覺得 不如這樣吧 我奏請皇上 次婚 我做政婚人 你嫁給張寶仔 張寶仔嫁給你 不是 你娶張寶仔 然後 這個婚禮儀式 就不是政治儀式 即是他們兩個下跪 所以就是結婚 我是代表次婚 我是代表皇帝次婚 你斟茶給我 那你斟茶給我跪著 就不是你投降 是一個結婚的儀式 是一個結婚的儀式 鄭一嫂 結果婚後 據說定居在澳門的起床 這就是明末清初的海盜 所以當時 第一件事 就算是英軍來香港防衛 我之前去香港墳場考察 跟我們城寨的香港人 香港市的同學 我特意介紹給他們 以前香港的紅毛墳場 紅毛墳場裡面 其實最多的是陣亡的軍人 而這些軍人 除了鴉片戰爭 第一、第二次鴉片戰爭 包括第一次鴉片戰爭裡面 響尾蛇號的男將 William Bordy 那個墓在那裡 另外是什麼 是打海盜死了那些 是的 打海盜死了那些水手 那些軍人 都特意有紀念碑 在香港墳場裡面 其實當時的海盜很強 剛才你說過 鄭一是不是跟越南有關 其實越南在大概 明末清楚那段時間 曾經有一個政權 叫做西山院士政權 西山姓院 是不是順化 是順化那裡 西山院士政權的時候 其實這個政權後來能夠成功 但是後來也很快地 兩兄弟後來又再衰落 這個華南海盜 就是剛才說過鄭一 另外其實除了鄭一之外 還有一個叫鄭七 鄭一 都是同一個學校 那時候整個華南海盜 紅旗幫 黑旗 白旗 其實是一個海盜聯盟 其實是一個海盜聯盟 鄭一 南海活動的海盜聯盟 是的 他們曾經參與了西山院士政權 就是幫西山院士政權建立了朝廷 然後他們曾經參與了朝廷的管事 曾經有一段時間 不過後來因為西山政權後來又再臨當 所以他們又再回到海 所以很多時候 香港的歷史只看黃麗聰的村 其實不是 香港曾經是屬於一個南海的海盜對國的一部分 其中一個他們活動的地方 變成一個軍事防衛 亦都是以對付海盜為主 那陸軍是什麼呢 當時清朝在英軍佔領了香港島之後 就建設了九龍寨城 就是九龍寨城 就是城寨 不過九龍城寨其實是比較後期的 剛才如果要講回海盜的時候 其實香港因為有海盜 所以要防衛香港 其實香港有幾個炮台很重要的 其實現在我們都可以去的 比如東涌 東涌炮台 對東涌炮台 其實東涌炮台主要就是打海盜 打海盜 你如果去到地形 你發現到 它的炮台 就是它的炮台大概長方形 只是一面而已 後面是綠地 前面就是海 只是一面對著這個海 另外也是東涌大嶼山 另外大嶼山分流的地方 大嶼山最南的分流 雞翼角那裡也是一個炮台 其實也是對付海盜 因為在那裡 大家不知道 我中學年代去到分流露營 那時候是露營聖地 對 因為那時候還未開發 晚上看到很多船在那裡過 因為它差不多是香港水域裡 就是大嶼山進來的時候 最南 因為最西邊 最西邊 最西的地方 其實就是在那裡過的 晚上我們在海灘露營 看到很多船過的 另外一個地方也很早 就是李玉門再出的島 東龍島 東龍島也有一個炮台 曾經都駐守了 即是清朝的時候 東龍島很早期 東龍島大概是康熙時候 即是說它可以炮台 即是有駐軍 有駐軍 有幾十人駐軍 不過後來就廢棄了 所以你看到 大概在明清時期 香港的防衛 海防 其實都很重要 主要是海防 主要是海防 那究竟這個債城的建設 其實不是海防 債城主要就是對 陸防 就是對著維多利亞港 對著維多利亞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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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在香港被英國之後 因為清朝要想盯著英國人 正正在 其實如果要說回 九龍的防衛 除了九龍城寨之外 其實在九龍城寨之前 都有另外兩個炮台 就是官衝炮台 和尖沙咀 官衝即是左敦那邊 現在官衝的地方正叫官衝 我想官衝就是一條官的河道 官衝有一條砲台 另外九龍公尖沙咀 正叫尖沙咀砲台 現在尖沙咀填了海 以前還沒有填海的時候真的很尖 其實是不是在信浩山 是不是在現在李嘉誠的1881 大概在那裡 應該再退後一點 我猜到當時那個就是海外線 應該去那裡 那砲台大概是九龍公園 這個應該比九龍寨城早 都是海防 九龍寨城似乎是陸房 因為目標就是對著英軍 它就是兵營 屬於大澎灣 大澎湖協 大澎湖協 他的文物會留下 現在還可以 除了有兩磚大砲之外 就是九龍寨寨公園 那個喉皇廟 即是九龍寨城公園 對面的喉皇廟 有個香爐 有個紅色三隻腳的香爐 據說就是這個大澎湖 當時的統領 在那裡整的 因為他們每年都去喉皇廟拜 那個統領叫張玉書 是很厲害寫書法的 就是拳書 說他用手寫書法很厲害 拳頭 所以叫拳書 他作為一個將軍 成世都沒有打過仗 永遠就在九龍寨城寫書 所以就很出名 留下很多文物 變成了書法家 沒有打過仗 但是很奇怪的 在第二次鴉片戰爭 英法輪軍之役裡面 就佔領了九龍半島 就是九龍寨城 但是英軍沒有立刻驅趕九龍寨城的 清朝的武裝 是啊 因為當時在拓展室 北京條約 不是 197 那時候 應該是北京條約 是嗎 九龍寨城 那時候沒有 因為那時候 九龍寨城 還沒有去九龍城寨 那時候還沒有去過九龍城寨 因為九龍城寨的問題是到1998年 拓展新界專條 拓展新界專條 才處理 那時候是李鴻章 禮部尚書就是許應葵 許應葵 跟我們香港也很有關係 他的後人是我們聽眾 是 因為他寫了信給我的 是 有一個 他就說原來 許應葵跟九龍城寨的關係 歷史是相當密切的 當時的禮部尚書 拓展新界專條 就是許應葵禮部尚書簽名 保留法簽名 然後就是李鴻章簽的 就是中國那邊的 他就說了 割了新界給這個 不是 租借新界給英國 但是九龍寨城那裡 仍然屬於中國的領土 還有九龍寨城向北 經過新界去到保安 新安的一條路 都是屬於九龍寨城的官員 都去行找的 另外就是九龍寨城外面的龍津橋 龍津橋那裡是出海的 這裡都是中國的官員可以用的 因為那時候其實是接官亭 在龍津橋那裡 但是後來好像十多年前 好像挖到圍子的橋樓 因為之後啟德賓田海已經變了 是的 要說一說就是九龍寨城的駐兵 那時候他住… 其實很隨便 是六型兵還是滿洲的八旗 當然是六型兵 大家知道清朝 兩種兵 早期有兩種兵 一種就是八旗 八旗原本很厲害 不過入了關之後就廢了 因為過貴族 不用做 還有我想八旗本身的訓練 都不太適合做城市防衛 因為他主要是騎兵 騎兵多 就是戰術、騎術等等 你知道關外柳木民族的戰鬥 都是以騎兵為主 但是進入了… 你看到清朝去到乾隆 逢侵野戰是很厲害的 即是打迴疆那些戰役 即是准葛爾 准葛爾滅族 打葛爾丹 葛爾丹、蒙古等等 但是防衛始終不是兩種 兩種很不同的作戰方式 野戰就是講速度 但是防衛是甚麼呢 守成呢 其實很多時候是靠紀律 即是六營兵就是漢族的士兵 好戲的 沒有紀律 沒有紀律 太平軍的時候 當時我想八旗都玩完了 當時江南大營就是六營兵 康南大營 其實兩者就被洪秀傳 虛夫拉樓已經剷除了 然後才到曾國凡的香湧 香湧就是民兵 團練 香湧其實某程度上是私人軍隊 即是那些地方士辛拿錢出來招一班 因為那時太平天國打到來 保衛自己的鄉下 保衛自己的鄉下 找些壯丁 其實原本是這樣 其實是請兩個類似黃飛鴻的教頭 教下面的 教那些人 基本的博鬥方式 所以那些團練 為何有那麼多武師可以找到食 權師就是甚麼 其實香港客家圍村也是 到今天很多客家的權師傅 是在圍村裏教拳的 是教那些香湧 教那些團練 其實這個太平天國的時候 洪秀傳那些人 根本很多人 甚至主流的人 可能根本就是客家人 鳳雲山那條 洪秀傳本身都是客家人 另外跟團練 找食打太平天國 也可能有些是客家人 自己打自己 兩邊都是這樣 就站在對面 兩邊都是站的 誰打贏了 就站在對面 其實就是這樣 滿清的軍隊 沒有被廢詞 這也是事實 因為到六營兵的年代 其實跟明是一樣的 太長的時間沒有作戰 其實武器都生了手 明朝流溝 根本很多都甚至是部隊 即是李智誠 其實都是裁減的軍人 滿洲軍隊不能作戰 所以我估計當時在城寨那些 都是平時喝飲食食 任司作隊 那些 那時候在九龍寨城的那些兵 主要是六營兵 最多的是六營兵 然後有少量的就是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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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那些團練 就是錦田作戰的那些 湧 然後還有一堆 原來在清末的時候 六營又廢 後來香湧也有點廢 那就是把六營 選一些六營裡面最強的那些 還有香湧裡面最強的那些 再組織另外一支兵 就叫做連兵 特種部隊 類似特種部隊 六營加上香湧加上連兵 大概加上都是幾百人 但基本上都沒有什麼打仗 在裡面 剛才也說過 總司令也在這裡死書法 其實很難打 當時沒有被 英軍當時是什麼 很多人忽略了一件事 英國殖民印度 是他拓展香港的根基 如果不是沒有可能這麼遙遠 由倫敦長途拔攝派軍隊來亞洲 所以我說東印度公司控制印度 是令到整個大英帝國擴張的關鍵 在亞洲 包括在緬甸 馬來亞 新加坡 然後一直到香港 香港的英軍 這邊是六營兵 香湧 練兵 那邊那些很多是印度部隊來的 甚至於即使是英國人也好 因為印度做了兩件事 令到英國人可以在香港 這麼快建立那個建制和管治 第一就是提供了商人 商業的模式 商業模式是什麼呢 就是今天我們遮打亞美尼亞 其實是印度加爾國擔的商人 摩迪這些拜火教徒 是盲買的巴斯商人 他們一早已經習慣了 跟東印度公司貿易那種洋行的模式 其實香港的洋行 其實前身是印度的Managing Agency 專門幫那些英國公司 在印度採購棉花 採購農產品 採購茶葉 然後就將它 因為你去跟地方的農民打交道 英國人是不會做的 那就是這些中間人 譬如遮打的就是這些中間人 然後就幫他們做QC 跟今天香港的利豐集團是一樣的 就是幫Warmark做採購回大陸 然後就令到英國可以在這些殖民地賺到錢 這些中間人很重要 中間人跟著英軍離開香港 第二是英國的軍隊 當時你看到很多在第一次鴉片戰爭裏作戰的戰艦 其實大家有機會去香港墳場看看 包括英法聯軍裏面幾艘重要的戰艦 包括南京號 加爾國踏號這些 全部包括高華麗號 即是簽署南京橋那艘船 那艘戰艦 都是在孟外做的 其實是東印度公司的 當時英國海軍 其中一支海軍其實是在印度的 所以他來到香港 你會看到技術的距離 因為很簡單 譬如高華麗號這些屬於戰列艦的級數 72門大炮 我們剛才說的那些炮台加起來 有多少支 第二 我們叫做輪船 為什麼叫做輪船呢 大家看回歷史圖片就知道 早期的輪船的意思是有個大輪 船是兩邊的兩個大輪 那兩個大輪 使他用精氣推動那兩個大輪 他就可以在內航上前往 轉身快 不過問題是什麼呢 經常傾側 還有什麼呢 輪船會撕到東西 接著就出了一隻叫做螺旋掌 現在我們用的就是在船尾上 推動螺旋掌轉轉轉轉 這個是英國人的發明 羅船長的戰艦 以前那些輪船 那個大輪 就慢慢淘汰 而第一次投入去戰爭裏面 用羅船長戰艦 就是第二次亞編戰爭 即是英法聯軍 英法聯軍 所以當時兩邊的戰術 武器等等各方面 可以真的差天共地 沒有得玩 也不只是火槍的問題 中國的海軍根本是沒有得玩 所以這個1998年 簽訂了新界託戰專條之後 就說留下九龍寨城 但其實轉頭一兩年之後 英國人就把九龍寨城裡面的清兵 全部趕走 全部趕走 沒有抵抗 也沒得抵抗 所以就走了 九龍寨城成為三不管的地帶 但他又沒有佔領 因為他 我覺得英國人都很... 我不知道 我覺得英國人都很... 鼓劃 一方面鼓劃 但一方面他都... 守法 因為的確在簽署的條約那裡 說了九龍寨城不是... 屬於英國 不是英國的 是中國的領土 但是你又趕走了那些清兵 你趕走了清兵 那些清兵都不能下來 那些四周都被困困 三不管 結果你英國人 又沒有進去管 事實上他進去 人家都未必聽到 你必有什麼權力進來管 裏面也有人居住 所以變成三不管地帶 所以直至到回歸前 後來才將那些剷除了 變成了宅城公園 但如果當香港的防衛 進入到英國的範圍 視野 形式就很不同 剛才我說的 主要他的擴展是印度 作為一個提供他的軍隊 因為你知道 英國的軍隊的組成 我們叫做英聯邦軍 是相當多在地的土著 其中一個... 譬如有些歐洲的殖民地國家 他不會讓當地的土著 去參與英聯邦軍隊 原因是什麼 他怕去叛變 但英國也試過 就是傭兵叛變 令印度 當時有獲捕 1850年 我忘記了 傭兵叛變 話說有個謠言 就是那些豬油 在傭兵裡傳開的 印度故傭兵 就是用豬油去洗 那個槍管 就是潤滑那支槍管 就變成一個謠言 英軍用豬油 給他們去潤滑槍管 因為他們都是伊斯蘭人 他們是不吃豬 也是不吃豬肉 所以造成了熔兵蛙便 但很奇怪 英國人懂得有種人類學的視野 拘捕一排打一排 因為英國人跟唐姐普邦的石克王國 開戰後 發現原來這麼勇武 就是那些我們今天叫做摩羅叉 就是包頭那些唐姐普邦的石克教徒 這麼勇武 做不可以的 收編他 第二類的 勢力深入尼泊爾時 發現Gerga這個步驟 也是很可打的 Gerga王國 抵抗英軍 也去收編這個Gerga兵 所以香港的英軍 其實是 英聯邦軍 到後期的時候 Gerga兵很重要 我們先休息一會 回來跟進入19世紀之後 就是香港的軍事防衛 好 蔡導演 回來TVB 廣事發不了牌 為何不進去TVBuddy那裡 我回